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现在 他们坐在一起喝酒 神色间的熟人和过去别无二致 我端着盘子的手不自觉收紧 心里涌上一阵不安的感觉 脚像是定在了原地一般 完全无法挪开 真相 什么真相 包厢里有短暂的沉默 随即临死与轻蔑嘲讽的声音传出来 就这几天 我也眼腻了 没想到都骗他破产了 他还不肯离婚 跟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一样 恶心死了 包厢里传出一阵笑声 我的心也猛地沉了下去 临时破产是假的 我听说许说峰这几个月为了帮你还债 每天都打三份工 要是他知道你破产是假的 是想借破产让他自己提出离婚 表情一定会很好笑 他不会知道你没破产吧 不然怎么可能知道你欠了上百亿 还不肯离开你 他可能还幻想着思与东山再起 最近努力打工 不过是做戏 看着吧 三个月就是他的极限 估计坚持不了几天了 他们开始打赌我 还能坚持多久 后面再说什么 我没再听下去 麻木的把酒送给客人后 我跟经理辞了职 经理的神色有些不满 毕竟今天是我第三天上班 这是我第四份兼职 还没让林思雨知道 之前我打三份工的时候 他就说我太辛苦 让我不用那么辛苦 他也会努力挣钱还债 我怕他担心 就没打算告诉他 也幸好没告诉他 否则今天我也不会知道真相 更不会知道他原来已经厌恶我到这个地步 还能想出用破产这个办法来逼我主动提离婚 看到我每天小心翼翼地把兼职的钱放进存钱罐的时候 他一定心里嘲笑我蠢吧 我也觉得自己蠢 竟然相信了他破产了 竟然想努力挣钱帮他还债 竟然还妄想陪他过一生 离开酒吧后 我直接回了出租屋 自从他说自己破产后 我就用自己身上仅剩的几千现金租了个单间 我跟林思雨也算是青梅竹马 我父母跟他父母关系好 两家也是邻居 从幼儿园到高中 我们都是一个班 长辈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 总是会拿我们开玩笑 说给我们订了娃娃亲 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 我长大后是一定会结婚的 而他也一直对我很好 至少在陈勺出现之前是好的 我第一次打架是为了他 第一次逃学是为了他 第一次顶撞长辈也是为了他 那时候他看我的眼睛永远是带着光的 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说他是我未来的媳妇 别人欺负他就是欺负我 他又气又羞 说才不要嫁给我 因为他高考发挥失常 我们大学没在一个学校 去报到那天 在机场他抱住我 警告我不准多看别的女生一眼 等大学毕业后 我们就结婚 我做到了 大学拒绝了所有向我示好的女生 可是他却在大学里爱上了陈勺 我们慢慢变成两条平行线 再也没有任何交集 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以后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 然后擦肩而过 可我大四那年 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父母的性命 我开始学习管理公司 父母去世和股东刁难 像是两座大山落在我身上 几乎要将我压垮 我那段时间状态很不好 林爷爷让林思雨回来陪我 也有让我们结婚的想法 毕竟跟林思雨结婚的话 我背后多了个林氏 公司的股东也不敢针对我针对得太过分 一开始林思雨死活不同意 我知道他心里有别人 也不想耽误他 后来不知道他跟陈勺发生了什么 两人分手了 那段时间他天天喝酒 每次回到家都会被林爷爷臭骂一顿 然后把他关在家里 不允许出去 他每次都是老师几天后 又继续去喝酒 有一次他喝醉了 酒饱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 让我去接人 从此后 他每次喝醉酒饱就会给我打电话 后来有一次 他醉得厉害 把我认成了陈勺 那天我大伯来家里闹 我心情不好 也喝了点酒 没控制住自己 没过多久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林爷爷知道了 他逼着我跟林思雨领证 林思雨当时破冠破摔 就同意了 而我想着他跟陈勺不可能了 我们结婚后 我一定会用尽余声对他好 不让他难过 婚后 林思雨对我虽然好 但看过他对陈勺那么热烈的感情 自然清楚他对我更多的是责任 我不知道他跟陈勺是什么时候重新联系上的 我只是没想到 他会用这种方式来逼我离婚 为了填补他所谓的那个亏空 我甚至把父母留给我的许事变卖了 将所有的资金都给了他 换来的却是他的背叛 其实他只要跟我说清楚 我不会纠缠他的 我就算再爱他 也没有爱到不要自尊 恬不知耻地缠着他 晚上12点多 林思雨才回来 他身上已经换成了出门前的T恤牛仔裤 是我在批发市场40块钱买的 他以前穿的不是私人定制 就是高定礼服 这种地摊货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他眼前 这三个月让他过这种苦日子 也真是为难他了 见我没睡 他有些意外 怎么还没睡 在等我吗 我刚做完兼职回来 正好带了夜宵 你要不要吃点 我神色淡淡地看着他 想从他眼里找到哪怕一丝心虚 然而没有 他很平静 我很想问问他 不惜骗了我三个月 好玩吗 但问也没有丝毫意义 他打开泡沫饭盒 熟练地拆开一次性筷子递给我 炒河粉的香味在逼泽的出租屋里蔓延 我垂眸看着他捏着筷子的手 眨了眨眼 把涌上心头的苦涩压下去 林思雨 我们离婚吧 他搭 他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 脸上的笑容也随之凝固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露出难以置信和茫然的表情 他本就厌恶我至极 我提出离婚 他不是应该觉得解脱吗 现在又做出这副样子 给谁看 是不是因为林家破产 所以你不愿意跟我过这种苦日子 看着他眼里的受伤 我有些想笑 眼眶却不自觉红了 明明是他假装破产 想逼我自己提出离婚 现在我成全他 他还要倒打一耙 觉得我嫌他穷 林思雨 你不觉得现在的你很恶心吗 我从没想到 以前那个牵着我的手说我们一辈子不分开的人 现在会变成这样 他喜欢陈嫂没关系 他想跟我离婚 和他在一起也没关系 可他不应该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逼我主动提出离婚 好让他毫无负担地走向陈嫂 他瞳孔猛地一缩 一把抓住我的手 神色愤怒 看着我的目光也咄咄逼人 徐硕峰 当初我破产的时候 是你说无论以后日子多艰难 都会陪我走下去 现在不过三个月 你就露出原本的真面目 还嫌我恶心 我甩开他 后退几步冷冷看着他 我是说过 但事实是 你并没有破产 故意在我面前装破产 也只是想逼我当这个恶人 主动提出离婚 好让你心里那点愧疚感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是吗 这样算计我的你 难道不恶心吗 林思雨脸色一沉 张了张口 似乎想辩解什么 最终只是沉默 他这张脸 我以前看着只觉心动 如今却不想再多看一眼 你今晚就搬出去 明早九点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林家的资产 我不会要一份 我只要我爸妈给我留下的许试 我没猜错的话 当时我变卖许试的时候 幕后买下的人是你吧 见林思雨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多少耐心 直接联系了陈韶过来接人 让他顺便带一套衣服过来 陈韶是个聪明人 自然清楚我联系他 就是跟林思雨摊牌了 半个小时不到 就赶过来了 看着他光鲜亮丽 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连装衣服的手提袋都是LV的 我更觉得这三个月 每天打几份工的自己实在可笑 心里也更厌恶林思雨 他对陈韶多好啊 如果不是靠他 陈韶恐怕就是一天打十份工都买不起这一身衣服 和手里拎着的那个几百万的包 我看向林思雨 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你现在身上那套衣服是我买的 换了衣服就走吧 说完 我转身出了出租屋 很快陈韶也走了出来 思雨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希望你能主动离婚 我们的本意不是想伤害你 我转头看向他 视线在他洁白无暇的手上划过 神色嘲讽地笑了笑 把满是伤痕和老简的手递到他眼前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是怎么说的 初不想伤害我这几个字的 这就是你说 不想伤害我吗 这三个月 我每天睡四个小时 除了睡觉 不是在打工 就是在去打工的路上 为了省两块钱的公交车费 距离五公里的两个兼职 我每天都是走路来回 一开始 脚上都是水泡 我忍得痛挑破 足足过了半个月 脚上涨了一层老简 才没再涨过水泡 如今这些付出 都成了一场笑话 自始至终 林思雨和陈嫂他们 都在背后看我笑话 读我什么时候会撑下去离开他 可我从来没想过 我对他的爱 有一天会变成他用来伤害我的力气 陈嫂咬了咬下唇 垂眸道 许先生 对不起 但我跟思雨是真爱 我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怒意 冷冷看着他 真爱 你是不是觉得 你们做的这些恶心事 打着真爱的幌子 就会显得格外高尚 你要是能光明正大的承认 你们就是卑劣地想逼我自动离开 或许我还会高看你一眼 陈嫂皱了皱眉 正想反驳我 目光突然看向我身后 思雨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无奈 双眸中似乎还带着些许委屈 许先生 他误会了我们 你快跟他解释 我们一开始不是想伤害他 林思雨一身高定长裙 身材火辣 美得让人几乎一不开眼睛 跟之前穿着几十块廉价T恤牛仔裤的女人 相去甚远 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 我却只觉得陌生 他走到陈嫂面前 挡住我的视线 这件事是我的决定 跟阿嫂没有关系 你要怪就怪我吧 看着他护着陈嫂 生怕我对他做什么的模样 我的心像是被一根线蒙的勒紧 撕扯的生疼 看吧 对待他在乎的人 他向来不会让别人伤害半分 而我 早就被他排除在外了 这样也好 起码我不会再对他心生期待 也不用在现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中 无法自拔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道 我是该怪你 话音落下的瞬间 我抬起手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 因为太过用力 我的手微微发麻 林思雨原本白皙的脸上 也涌现出一个巴掌印 思雨 陈嫂神色紧张地拉住他 看向我的目光也充满愤怒 我揉了揉发麻的手 面无表情地看着林思雨 你欺骗了我三个月 我给你一巴掌 就算扯平了 许说峰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从来没有人敢对思雨动手 我神色淡淡地看着他 那有没有人告诉你 也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耍我 以前我爸妈还在的时候 我的性格几乎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周围的人都知道我脾气不好 很少有人跑到我面前找不痛快 后来他们车祸去世 我这些年收敛了很多 但也不是没脾气 陈嫂皱了皱眉 正要说话 林思雨拉住了他 昏暗的路灯下 他的神色灰暗不明 阿嫂 别说了 可是本来就是我对不起他 这一巴掌之后 我就不欠他了 走吧 陈嫂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跟着林思雨离开了 我转身回到出租屋 连夜把所有跟林思雨有关的东西 都清理出来 扔进垃圾桶 留着太会气了 扔完垃圾 已经是早上六点多 天空已经泛起雨堵白 我索性没睡 直接拿了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 去了民政局门口等着 上午八点 林思雨准时到门口 我也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转身进了民政局 离婚的过程很顺利 除了我爸妈留下的公司 林思雨还多给了我几千万和两套别墅 我收下了 转头捐给基金会 也算做好事了 拿到离婚证后 我走出民政局 正要打车离开 他突然叫住我 之前骗你的事 对不起 说这话的时候 他态度诚恳 神色间带着歉意 不用道歉 昨晚我打你的时候 我们就两清了 他眉头醋了醋 似乎要说点什么 突然眸光一顿 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 发现手上还带着他 送了银戒指 这枚戒指 是在我把我们的婚戒 卖掉底债后 他在一个夜市小摊上 花52买的 我嫌浪费钱不想买 但他坚持买下 神色认真的说 以后一定会把那个婚戒 换回来 我当时很感动 以为我这几年的努力 终于让他重新爱上了我 后来我把这个戒指 视若珍宝 每晚睡前 都会仔细擦拭一番 那时候 他一定在心里嘲笑我蠢吧 现在想想 我也确实蠢得可怜 别人说什么 就信什么 我垂眸取下戒指 随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别误会 昨晚收拾东西的时候 忘记扔了 他嘴唇动了动 神情有些晦涩 我皱了皱眉 见他欲言又止 觉得莫名其妙的 跟我离婚了 他不是应该如是重负 去找陈勺庆祝吗 怎么搞的 好像谁欠了他几百万一样 没再搭理他 我正准备拦个车离开 突然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 停在了我面前 车里赵雪飞脸上都是高兴 许说风 恭喜脱离苦海 二婚可以考虑考虑我 林思雨脸色难看 冷冷看着他道 赵雪飞 开玩笑也要有个度 赵雪飞从小学开始就跟我们一个班 我们几人本来也是好朋友 但他跟林思雨初中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闹翻了 成了死对头 一直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这些年 他跟林思雨在商场上总是互相作对 今天你抢我客户 明天我抱你黑料 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大有逗个你死我活的架势 我跟他基本上没什么交集 他怎么会知道我跟林思雨离婚的事 没等我想明白 赵雪飞就继续道 林思雨 我是不是在开玩笑 你很清楚 说完 他直接下车 走到我面前 徐说风 虽然说这话有些太快了 但你要是愿意跟我结婚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领证 我愣了一下 随即有些无语 赵大小节 我很忙 没空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谁跟你说我是玩把戏了 他把户口本递到我面前 神色颇为认真递到 我说的是真的 我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 我皱了皱眉 很怀疑他话的真实性 他要是说 为了恶心林思雨 我可能还会相信 但他说 初中开始就喜欢我了 我是半点没看出来 林思雨的情绪变得激动 直接给了赵雪飞一巴掌 两人很快扭打起来 我劝了几句 没劝住 也懒得在搭理 直接打了个车离开 反正也闹不出人命 而且光天化日的两个女人 在民政局门口大打出手 我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的话 感觉也怪丢人的 林思雨的动作很快 没过两天就把公司还给了我 他没有亲自过来 而是让律师过来找我 这样也好 我也不想再看到他 重新接管公司后 我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日子比从前充实多了 如果赵雪飞没有来纠缠我的话 我觉得我的生活 应该会更快乐一些 自从我跟林思雨离婚之后 赵雪飞就经常来公司 楼下读我 有时候是约我吃饭 有时候是用谈合作的借口 明理暗理 表达想跟我在一起的想法 被他纠缠了半个月 我实在是受不了 终于在他又一次过来的时候 叫住他 赵雪飞 我们谈谈 他挑了挑眉 好啊 谈恋爱吗 我 台眸看向他 我神色认真地道 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就算你初中的时候 真的喜欢过我 但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也变了很多 你有没有想过 你喜欢的不是我 而是一种感觉 赵雪飞皱了皱眉 什么感觉 你喜欢的是过去的我 但现在我已经不是 初中时候那个男生了 你明白吗 赵雪飞点点头 我明白 但无论是以前的你 还是现在的你 我都喜欢 我很确定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除了你 谁都不行 他眼里满是真挚 我愣了一下 心跳不自觉 漏跳了一拍 也明白了 他是真的喜欢我 但在真挚的感情 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 以前林思雨 也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 最后还不是轻易 就爱上了另一个男人 就算你真的喜欢我 我们也对我话 还没说完 赵雪飞就打断了我 徐说风 我知道你现在还没 从上一段 失败的感情走出来 所以我愿意等 如果你害怕我像林思雨一样 算计你 我可以把所有的资产 都转到你名下 如果我背叛了你 你可以随时 让我惊身出户 见他似乎真的有这个打算 我连忙拒绝 不用了 我跟你明说了吧 我不喜欢你 现在对我来说 管理好我爸妈 留下来的公司最重要 感情我暂时不考虑 赵雪飞点点头 我知道 我也说了 我会等你 我只希望如果你打算谈恋爱了 我可以成为第一个备选 对上他充满温柔和爱意的目光 我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拒绝的话 沉默许久后 我还是跟他说 希望他以后能减少来我公司找我的频率 毕竟 这已经开始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 赵雪飞同意了 自那天起 确实没天天来找我 但他却在微信上 开始给我报备他的行程 今天的会议好无聊 想见你 出差了 A是这边下雨了 想你 回去给你带特产 想你想到失眠了 能不能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看不到你 我可能今晚都无眠了 诸如此类的消息 多得几乎数不清 我从一开始的 无语到现在的 当作没看见 也就花了三天时间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被人夺舍了 毕竟在我的印象中 赵雪飞虽然是个女人 但23岁就接管了家族企业 在商场上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她的性格 根本就没办法跟微信上 给我发那些消息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不过 除了天天给我发消息之外 我管理公司后 好几次差点踩坑 她都帮了我 渐渐的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缓和 似乎回到了 初中她跟林思雨闹翻之前的时候 只是我还是没打算跟她在一起 毕竟爱情的苦 吃过一次就算了 再次见到林思雨 是一个月之后 林爷爷知道了我们离婚的事 当场被弃进了医院 逼不得已之下 她联系了我 我虽然不想见到林思雨 但林爷爷一直对我很好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过去 到达病房门口的时候 林思雨和陈韶都在 陈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林思雨在一旁安慰她 我敲了敲门 知道是我后 林爷爷才让我进病房 从她口中 我才知道原来是林思雨跟陈韶逛街 正好被林爷爷撞见了 她以为林思雨出轨了 当街骂陈韶 破坏别人的婚姻 不知廉耻 林思雨见不得陈韶受委屈 说了我们离婚的事 见林爷爷情绪还有些激动 我连忙安抚她 直到她情绪完全稳定了 我才起身准备离开 朔丰 你们离婚的事 真的跟那个男人没有关系吗 看着林爷爷心疼的目光 那一瞬间 我觉得很委屈 甚至有把一切都告诉她的冲动 但我不能这么做 林爷爷心脏不好 她又最疼林思雨这个孙女 要是知道真相 怕是会很伤心 说不定身体会撑不住 而且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 何必再翻出来 让林爷爷再受一次伤害 我笑着点点头 嗯 她跟陈先生是我们离婚后才在一起的 我跟思雨是和平分开的 没有感情了 继续在一起 也只会让彼此痛苦 我跟她有缘无分 而且我现在也有新的女朋友了 等时机成熟 我就把她带来给您看 林爷爷看着我良久 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 罢了 罢了 我也老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也管不了 随你们吧 走出病房 林思雨低声跟我说了一声谢谢 刚才我跟林爷爷在病房里说的话 她应该是都听到了 不用跟我道谢 我没把真相说出来 只是不想林爷爷再受刺激 跟你没有关系 林思雨点了点头 眼底闪烁着别样的情绪 我知道 谈恋爱了 我皱了皱眉 这是我是隐私 似乎没必要告诉你 抱歉 林爷爷现在情绪也稳定了 我公司还有事 先回去了 说完 我转身离开 自那天后 林思雨和陈韶 就开始高调恋爱 再也没有藏着掖着 我不想关注他们 但两人经常出现在娱乐新闻头条 连带我公司的人也跟着讨论 陈韶喜欢看江景 他豪至千万 买了江边的别墅送给他 只为让他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眼就能看到江景 陈韶追星 那个明星生日那天 他买下全程所有的广告评 给对方庆生 只为博他一笑 陈韶身体不好 他徒步爬上喜马拉雅山山边 在石头上刻下S与Y 只为给他祈福 听到这些 我并不感到意外 他爱一个人的时候 必定是全心全意倾尽全力的 就像年少时 他会在我生病的时候 冒着大雨 去给我买我最爱吃的馄饨 柔声哄我吃药 明明不会游泳 但还是会陪我潜水 去看海底绚丽的 几乎不真实的世界 不喜欢热闹 却会在人生顶沸的时候 抱着我告白 年少的爱热烈而真挚 却也短暂 燃尽后只剩一地灰烬 风一吹变散了 发现林思雨的车停在我家楼下 是一个偶然的雨夜 我被雷声吵醒 想起客厅的窗户没关 去关窗的时候 正好一道闪电闪过 我也看到了楼下 停在那辆红色法拉里 认出是林思雨的车 我皱了皱眉 没管 关好窗户后 就去睡觉了 然而接下来我却发现 每周他几乎有三四天晚上 车子停在我家楼下 一两次还能说是意外 这么多次 让我不得不怀疑 他是故意的 他现在已经毫无阻碍地 跟陈勺在一起了 半夜跑到我家楼下 发什么癫 我对着那辆车拍了个照片 找了圈内的朋友 让他把照片发给陈勺 没过多久 楼下那辆车就离开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林思雨的车都没再 出现在我家楼下 我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 没想到陈勺 却突然找到了我 许先生 本来我是不应该来找你的 但我考虑了很久 还是觉得 需要替思雨解释一下 他来找你 是想请你去看看林爷爷 但因为之前的事 他一直对你心有愧疚 所以才我中美打断他 林爷爷怎么了 陈勺叹了一口气 缓缓道 这段时间 他的身体每框愈下 半个月前就住院了 医生说 估计最多还有一个月左右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林思雨正在给林爷爷喂饭 才一段时间没见 林爷爷就轻瘦了许多 精神也大不如前 我心里一沉 眼前也渐渐模糊 自从我爸妈去世后 对我最好的就是林爷爷 但跟林思雨离婚后 为了避免跟他见面 我基本没去看过他 甚至连他生病住院的事 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哽咽着走到他面前 林爷爷 朔风来了 眼睛怎么红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摇了摇头 强行把泪衣逼下去 哪有泪不轻弹 我也不想惹得林爷爷又伤心 林爷爷瞪了林思雨一眼 美好气地道 哎呦 是不是你又做什么惹说风生气了 不然他脸色能这么难看 我本以为林思雨会反驳 没想到他抬眸看了我一眼 眼里情绪复杂 我深吸一口气 平复情绪 看向林爷爷 林爷爷 他没有惹我生气 我就是好久没看到你了 想你了 在病床边坐下 看着林爷爷销瘦的模样 心里的难过 怎么都压抑不住 想到他只有一个月的生命了 我就后悔没有多来看他 等林爷爷吃完饭睡下之后 我跟林思雨走出病房 安静的走廊里 我冷冷看着他 压低声音开口 为什么林爷爷生病的事 不告诉我 林思雨脸色灰暗 垂下眸看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想再麻烦你 你这样做 不觉得自私吗 林爷爷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跟你是离婚了 但你跟别人 我分得很清楚 我不会因为你而迁怒别人 林思雨抿了抿唇 看着我没再说话 我深吸一口气冷静下来 神色淡漠地道 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我也一样 但林爷爷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打算以后每天都来陪他一会 你安排一下时间吧 虽然我已经不爱林思雨了 但我也做不到 看他跟陈勺在我面前晃 而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我没有不想看到你 对于他这句似是而非的话 我忍不住种梅 随你 反正我希望我来看林爷爷的时候 你跟陈勺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林思雨沉默下来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你要来看爷爷的时候 给我发个消息 我会安排好时间 行 我把林思雨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接下来 每天除了去看林爷爷的时候 提前给他发消息之外 我们就没有任何交集 一个月后某天 我推着林爷爷 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 说风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走到林爷爷面前蹲下 笑得有些勉强 林爷爷 你要说什么 这一个月以来 他从来没有用这种郑重的语气 跟我说过话 林爷爷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 说风 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 这一个月你天天来看我 我很高兴 心里生起一抹慌乱 这一个月我都尽量表现得平静 可此刻巨大的悲伤 却仿佛要将我淹没 林爷爷 您别这么说 你的身体一定能好起来的 林爷爷摇了摇头 脸上都是淡然 我自己的身体 我清楚 活了这么大的岁数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你 尽管你不说 我也很清楚 是思雨他对不起你 所以我一直不肯接受那个男人 你跟思雨没有缘分 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孙子 也希望你以后能遇到一个 真的对你好的人 林爷爷听我把话说话 他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我面前 柔声道 这个 就当是我给孙媳妇准备了一点心意 我应该是没办法看到你的婚礼了 眼前一片模糊 我摇了摇头 林爷爷 我不要 乖 收下 这是我这个老人家的一点心意 你要是不收 我就生气了 在林爷爷的坚持下 我还是把卡收下了 林爷爷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似乎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一般 额头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夜里十一点十五分 林爷爷安详地走了 他离去的那一刻 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也离开了 我应该很难过的 但却像是失去了所有的情绪一般 只是麻木地站在一旁 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 葬礼那天 赵雪飞陪我一起去 一向上 林爷爷笑得一脸慈祥 一如从前我去林家找林思雨的时候 但我知道 再也回不去了 林思雨一身黑衣 神色憔悴 眼底一片清黑 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 陈勺站在他身边 不失扶他一下 以防他突然摔倒 葬礼结束后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 整天除了工作 什么都不想做 直到一个月后某一天 赵雪飞跑到我家把我拉起来 脸上都是怒意 徐硕风 林爷爷已经过世了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到底还要消沉到什么时候 他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苦笑了一下 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接受 他抓住我的双肩 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道 没有人能接受 亲人突然离去 但却不得不接受 因为还要继续往前走 我推开他 什么都不想说 他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 但我却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林爷爷对我那么好 我却因为林思雨连他也疏远了 那段时间 他老人家该多难过呀 但他却从来没找过我 也不让林思雨找我 最后弥留之际 还特意给我留了一笔遗产 可我是怎么做的 我明明有时间多陪陪他 但我却没有这么做 越想 我就觉得越难过 眼泪也不断从双眼中涌出 赵雪飞抱住我 轻轻拍着我的背柔声道 许说风 哭吧 哭过就好了 亲人的离去 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释怀 但你得明白 没有人能陪你一辈子 我抱着他嚎啕大哭 我知道他们不可能陪我一辈子 我难过的是 每次我都总是失去后才珍惜 可是 却永远都来不及了 哭了很久 我这段时间 一直压抑的心情缓解了很多 情绪也没有之前那么低落了 他陪了我一下午 见我情绪逐渐稳定 终于放下心来 是不是哭出来后 就没那么难过了 我摇了摇头 还是很难过 不过我知道 我真的要走出来了 因为你说的对 林爷爷不会想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愿意走出来就行 赵雪飞看着我的双眸中 充满鼓励和温柔 我的脸不自觉有些热 心跳也有失衡的迹象 我连忙别开头 正想着要说点什么 突然 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下 我真是丢脸 赵雪飞愣了愣 随即低声道 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 我给你做点吃的 好 他做饭的速度很快 不到半个小时 就端上了两菜一趟 而且色香味俱全 跟我之前想的黑暗料理 完全不一样 洗完手 我在椅子上坐下 看向他道 没想到你做饭手艺这么好 他给我盛了一碗饭 脸上带着笑容 你是不是忘了 我大学的时候 出国留过三年学 外面的东西太难吃了 只能自己做吃的 渐渐地就会做饭了 我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只是那时候 因为林思雨 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联系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出国半年了 嗯 想起来了 吃完饭 我起身拦住他 收拾碗筷的动作 我自己来就行 今天已经麻烦你很多了 怎么好意思让你洗碗 赵雪飞笑了笑 开口道 你要是觉得在沙发上 休息不好意思 给我泡一杯咖啡吧 我看到你有咖啡机 确实有咖啡机 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我点点头 好 我先把咖啡机清洗一下 我来就行 你先去磨咖啡豆吧 在他的坚持下 我只能去磨咖啡豆 从罐子里把咖啡豆拿出来 研磨的时候 咖啡的香味溢了出来 我也有点想喝咖啡了 做好两杯咖啡的时候 赵雪飞正好把最后一个晚饭 放在碗架上 回头看到 我端着两杯咖啡 他笑着道 我早就闻到咖啡的香味了 将其中一杯递给他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很久没自己做咖啡了 可能不太好喝 他接过抿了一口 脸色突然变得严肃 我有些尴尬 是不是真的很难喝 要不还是倒掉吧 伸手想把他手里的咖啡 接过来倒掉 没想到他却将咖啡拿远了一些 一脸认真地道 你这个手艺 真的不考虑开一家咖啡馆吗 看到他眼里促暇的笑意 我才反应过来 刚才被他耍了 我没好气地看着他 你刚才脸色那么难看 我还以为很难喝呢 哈哈 我就是想逗逗你 无聊 我端着咖啡 快不朝客厅走去 嘴角却不自觉勾起一抹笑 已经不记得有多久 没有这么放松地跟一个人相处过了 这种感觉还真是不赖 喝完咖啡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 赵雪飞起身道 今晚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好 经过这件事后 之后一个月 我跟赵雪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对哪个女人心动 但最近我却发现 那颗沉寂的心又隐有跳动的迹象 再次跟林思雨见面 是我生日那天 那天赵雪飞在能俯瞰整个城市夜景的戏餐厅定了位置 约我一起吃晚饭 我们这段时间感情渐渐升温 两人之间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 我隐隐觉得 今晚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进一步 因此仔细打扮了一番 果然 吃完晚餐 她让我闭上眼 等我在睁眼时 她站在我面前 手里拿着一个漂亮的盒子 徐说风 本来我打算过段时间再跟你告白 但我等不及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成为你的女朋友 她漆黑的双眸紧紧盯着我 眼里都是认真 仿佛有万千星辰 我知道 你曾经受过伤 也怕再次受伤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错的是那个不爱你的女人 不是爱情 我希望能让你再次感受到 这世间的美好 希望你能再次拥有爱人的能力 就算你不答应也没关系 我会继续陪在你身边 直到你愿意走向我 她的话让我心里也感动得一塌糊涂 这段时间 她对我的珍惜我能感受到 或许 我真的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正要点头 突然林思雨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冲出来 猛的一巴掌 扇在赵雪飞脸上 没等我反应过来 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不远处的陈勺 似乎也被这一幕给吓到了 脸色难看地愣在原地 我连忙上前把两人分开 将赵雪飞拉到我身后 不让林思雨有任何伤害她的机会 你没事吧 赵雪飞摇了摇头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冷冷看着对面的林思雨 林思雨 你要发疯 就去精神病院发 而且 今晚的事情 我会报警 林思雨冷笑了一声 以为我会怕 赵雪飞 我警告过你 让你离许说风远一点 这话听得我眉头紧皱 转头看向林思雨冷冷道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我跟你早就离婚了 现在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难道非要看到我过得不好 你才会开心 林思雨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着急地开口 许说风 我只是不希望你受伤 你知不知道赵雪飞在国外的时候 谈过十几个男朋友 我深吸一口气 他谈过一百个也跟你没关系 而且伤害我最深的人不是你吗 他脸色变了变 张了张口 似乎想说什么 旁边的陈勺突然拽住他的袖子 思雨 林思雨转头看到他 脸色变了变 最终却什么都没说 我也懒得再看这两人 直接带着赵雪飞去医院 处理完伤口 赵雪飞突然看着我开口 许说风 我准备报警给她个教训 如果你对她还说打断她 我对她早就没有感情了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 好 报警后 很快林思雨跟陈勺就到了警局 林思雨脸上的伤已经处理过 她脸色阴沉 被警察带去做笔录 最终 这件事以林思雨赔偿赵雪飞50万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结束 她出来的时候 目光落在我身上 紧紧盯着我 怪甚人的 赵雪飞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 林思雨 你盯我男朋友看 似乎不太好吧 男朋友 林思雨的声音似乎从冰水中浸过一遍 带着彻骨的寒意 赵雪飞轻笑了一声 对呀 刚才来警局的路上 她刚同意跟我在一起 你有什么不满吗 她不可能爱上你 林思雨说得笃定 我听着心里却忍不住涌上一阵怒火 从赵雪飞身后走出来 林思雨 你又不是我 怎么知道不可能 除了我 你不可能爱上别人 事实是 我已经爱上她了 而且我还没那么见 会一直爱着一个践踏我感情的人 说完 我就拉着赵雪飞离开 把我送回家后 赵雪飞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 我刚打开门 就看到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口 我被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 发现是林思雨 忍不住皱眉 她手里夹着一支烟 烟雾缭绕间 模糊了神色 周身散发着颓丧的气息 林思雨 你是不是有病 大清早的手在我家门口 立刻离开 否则我马上报警 或许是我的脸色太过冰冷 林思雨的神色似乎有些受伤 她掐灭了烟 朝我走了两步 见我神色戒备又顿住了 徐硕峰 对不起 我只是不知道 除了这里 还能去啊 她苦涩的神情让我觉得可笑 我没记错的话 你跟陈勺已经订婚了 再过不久 你们就要结婚了 你一直以来的愿望达成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林思雨苦笑了一声 我也以为跟阿勺在一起会开心 可跟她在一起后 我脑海中却时常浮现出我们在一起的场景 停 我冷冷打断她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着陈勺 跟陈勺在一起后 你又想着我 我看她不喜欢我 也不喜欢陈勺 只是习惯性地怀念前任 想到我竟然爱了 这样一个女人那么多年 我就忍不住生理性反胃 她怎么能这么恶心 林思雨看着我 眼里都是后悔 徐硕峰 爷爷过世后 我才知道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对阿勺不过是一时兴起 我贪恋她的热情奔放 所以才会跟你错过 我不管你是一时兴起还是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请你带着你自以为是的感情滚 我不想再看见你 我曾经也想跟她在一起一辈子 可是她一次次让我失望绝望 那种感觉太痛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一次 而且早在知道 她为了跟我离婚 假装破产那一刻 我对她的感情就化为灰烬了 林思雨没有动 嘴唇捏如着 过了好几秒才低声开口 徐硕峰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跟你在出租屋住在一起那几个月 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她 我抬手扇了她一巴掌 如果她不提起这件事 我可能还不会打她 但她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她到底知不知道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觉得那段时间最开心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一天打三份工 连两块钱的公交车都舍不得坐 每天走路往返每个打工的地方 是什么感觉 那段日子 对我来说是最黑暗痛苦的时光 不是因为我每天不是在打工 就是在打工的路上 而是我用真心对你 可你却把我的真心丢在地上践踏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能回到高中毕业那天 你跟我说让我等你的时候 这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林思雨眼里闪过心疼和后悔 双眸心红地看着我 徐说风 对不起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打我吧 只要你别不要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她此刻懊悔的模样 是我曾经想看到的 但如今 我心里却已经没有丝毫波动 因为我已经不在意她了 她对我造成的那些伤害 也不可能挽回 还不如放过自己 林思雨 不是我不要你 是你先不要我的 我只是已经受够了 总是在原地等你 仅此而已 徐说风 你要是再纠缠我 我现在就给陈嫂打电话 林思雨苦笑着看着我 我现在在意的是你 话音刚落 她身后就传来一道嘲讽的声音 我的男朋友 似乎轮不到你来在乎 而且 你刚才说的话 我已经录音了 要是闹大了 对你和你的公司 没有丝毫好处 林思雨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回头看向赵雪飞 赵雪飞 你根本不配跟许说风在一起 赵雪飞没搭理她 直接走到我旁边 抱住我的腰 冷笑着道 我不配谁配 你妈 别忘了 你现在还有个未婚夫 你这种女人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就活该单身一辈子才对 我可以跟阿嫂解除婚约 我爱的人是许说风 赵雪飞脸上 带着嘲讽的笑 搂住我腰的手 却不自觉收紧 她应该是在担心 我对林思雨 还有感情吧 那你应该问问 朔风 还喜不喜欢你 霎时间 两个女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身上 我皱了皱眉 看向林思雨 她眼里都是期待 和小心翼翼 可惜就像当初 我爱她的时候一样 她如今的期待 也只能落空 林思雨 我真的不爱你了 一点也不 你也不要再来 打扰我现在的生活了 林思雨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赵雪飞松开我 神色严肃地道 你怎么能随便 给别的女人开门 万一她图谋不轨 污蔑你轻薄她怎么办 见她脸色有些阴沉 我连忙开口辩解 不是 我不知道她在外面 而且 我跟林思雨认识那么久 她应该不至于 做出这种事 以后开门的时候 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不行 我给你装个可是门铃 赵雪飞是个行动派 上午刚说 要给我装可是门铃 傍晚我下班回家的时候 已经装上了 怎么样 你女朋友做事 是不是很快 我点点头 确实快 而且这个可是门铃很好用 直接就能看到外面的全景 嗯 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安全 要不我搬过来 跟你一起住保护你 看到她郁郁郁郁市的神色 我白了她一眼 你这算盘打的月球 都能听到 哈哈 开了笑的 我打算把你对面的房子 买下来 到时候搬到你对面 这样你有什么事 我也能及时赶到 真的 嗯 不过还没找到 对面房子的业主 等找到了 应该就能买下来 知道赵雪飞的打算后 我就时常留意 对面房子 有没有人过来住 还问了小区的物业 但物业 以不能泄露业主的 隐私为由 拒绝告知 我对面房子主人的信息 半个月后 我终于知道 对面房子的主人是谁 然而却是一个 我没想到的人 林思雨 知道她是在 我搬到这里来 不久后 买下对面的房子 我只觉得烦 她难道觉得 自己现在的行为 显得很深情吗 一边跟陈韶订婚 一边又跑到我面前 恶心我 她是不是觉得 我没脾气啊 我深吸一口气 让人把林思雨 在我家对面 买房子的事情 透露给陈韶 我不信这样她 还能坐得住 果然 陈韶很快就找上了我 徐先生 你对面的房子 确实是似于买下来的 但这代表不了什么 当时她买这个房子 是作为我们的婚房 我们并不知道 你住在对面 毕竟谁买房子 会去问自己 对面的邻居是谁呢 对吧 我神色淡漠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她也不在意 继续道 后来她爷爷生病 她想让你去看她爷爷 让人查了你现在的住址 我们才知道 你买了我们婚房 对面的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就搁置了 不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里面完全没有装修 不用了 我并不好奇 只是想提醒陈先生 看好自己的未婚妻 陈韶脸上勾起一个笑 你放心 我们感情很好 是吗 那陈小姐 不如看看这个 我把之前林思雨 在我家门口站了一页的 监控录像的截图 放在她面前 陈韶的脸色 骤然变得无比难看 陈先生 你跟林思雨之间怎么样 我没兴趣 只希望她以后 不要再跑到我家门口来 否则我只能报警 陈韶没说话 脸色苍白如指 我拿起手机起身离开 至于陈韶 怎么去跟林思雨闹 那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跟林思雨虽然离婚了 但圈子里认识的朋友 有不少重合 所以有些场合 还是没办法避免见面 在我把监控录像 给陈韶看一个星期后 我跟赵雪飞 在圈里好友组的一个局上 遇到了陈韶和林思雨 看到我 陈韶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搂着林思雨腰的手 都不自觉收紧 我看在眼里 不觉有些唏嘘 跟林思雨结婚那几年 我每次看到陈韶 也是这么草木皆兵 看到我跟赵雪飞手牵着手 众人开始起哄 可以啊 赵雪飞 没想到真的暗恋成真了 算你走运 默了默了 我去年跟我初恋告白 结果人家都快二胎了 说起来都是累 哈哈 当初她跟我说她喜欢许说峰的时候 我当时劝她算了 毕竟许说峰当时的目光 只追随着林思雨 没想到兜兜转转 这么多年 竟然真给她追到许说峰了 这话一出 顿时周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们四个身上 林思雨跟陈韶脸色都难看极了 赵雪飞靠在我怀里 笑着开口 是啊 多亏她给了我这个机会 周围的人都跟着笑起来 气氛似乎恢复了之前的融洽 很快 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本来对这种游戏没什么兴趣 但所有人都参加 我一个人坐在旁边 看着也没意思 一开始我运气不错 经常躲过一劫 没过多久 酒瓶转到了林思雨面前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林思雨沉默了几秒 低声道 真心话 哈哈 那我就不客气了 在场的人里 有没有你无法忘怀的人 林思雨的目光 突然往我这边看了一下 我皱了皱眉 忍住骂她的冲动 有 那个人是陈韶吗 林思雨神色淡漠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酒瓶继续转动 没想到下一轮就倒霉地停在了我面前 果然遇到林思雨就没好事 这帮人玩大冒险都非常出格 我可不想像之前一样 上台大喊 江南皮革厂倒闭 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这种话 果断选择真心话 你对前任还有感情吗 我在心里翻了白眼 这话明显就是在找事 我都有新女友了 你说呢 谁家好人会去怀念一个扎女前任啊 赵雪飞笑着道 硕丰现在喜欢的是我 下次别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了 话音刚落 突然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 思雨 你的手 众人闻声看去 才发现林思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酒杯捏碎了 玻璃渣子嵌进她手里 一片血肉模糊 还有鲜血在不断往下滴 陈勺想给她清理 却被她一把推开 她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 看都不看自己受伤的手一眼 只是盯着我 徐说风 你刚才说的话 是在撒谎吧 她双眸中含着期待 我也不知道她在期待什么 期待我被她伤害得那么深厚 还要继续犯贱地喜欢她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林思雨 我选择的是真心话 我没必要骗人 要是我对她还有感情 就不会同意跟赵雪飞在一起 毕竟这对赵雪飞来说不公平 不可能 她猛然拔高的声音 把众人给吓了一跳 旁边有人起身劝她 却被林思雨一个冷眼劝退 她起身朝我走来 双眸中都是受伤和难过 仿佛被抛弃的那个人 是她一样 赵雪飞挡在我面前 林思雨 徐说风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未婚夫在那边 要发疯找她发去 滚开 见她想对赵雪飞动手 我神色愤怒地站起身 冷冷看着她 林思雨 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 林思雨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双眸通红像是要哭出来 徐说风 你是我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你怎么能喜欢上别人 你都能爱上陈韶 我就不行吗 还是说在你眼里 我就应该一辈子犯贱 只爱你一个 林思雨连忙摇头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也喜欢你啊 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可以跟阿韶解除婚约 我们重新在一起 好不好 她神色卑微 我心里却没有丝毫波动 无论你跟陈韶怎么样 我都不可能重新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说完 我直接拉着赵雪飞离开 本来我不想跟她当众撕破脸的 但她实在是太过无耻了 我都不知道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接下来的局 只要有林思雨和陈韶在 我统统拒绝 后来 他们喊林思雨的时候就不找我 叫我去的时候就不喊林思雨 我们也没再见面 本来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她竟然开始对付赵雪飞的公司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赵雪飞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察觉到不对去查了一下 这才知道林思雨一直在打压赵雪飞的公司 而且她不是正常的打压 完全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那种恶性竞争 再这么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我感觉她是真的疯了 以前林爷爷还在 她还能收敛一点 现在就完全像个疯狗 带谁咬谁 本来我不想管这件事 但看着赵雪飞越来越忙 而且外界也开始传出一些 她的公司要破产的消息 我还是决定去找林思雨一趟 时隔半年 再次踏进她的办公室 我心里一片平静 看到我 林思雨看起来很高兴 立刻让秘书去准备我喜欢的水果 朔丰 快坐 你找我什么事 我在沙发上坐下 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付赵雪飞的公司了 这样对你们都没有好处 两家公司原本有不少合作 最近被林思雨这么一折腾 现在几乎已经断绝合作 还成了仇人 林思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冷身开口 你是为了赵雪飞来的 是 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就放过她 林思雨 继续对付赵雪飞 你的公司也会破产 林氏是林爷爷一手创立的 要是她知道毁在你手里 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安息 提起林爷爷 林思雨神色松动了几分 我正要继续劝 她突然抬眸 看向我 爷爷去世之前 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在一起 如果不是林爷爷临终之前 给我那张银行卡 又对我说了那些话 我说不定真的会被林思雨给骗了 林思雨 就算你用林爷爷的临终医院来骗我 我也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早就不爱你了 不爱 你怎么可能不爱我 你答应过要等我一辈子的 她的神色变得激动 起身似乎要朝我走来 你别过来 我连忙起身后退 想跟她拉开距离 可我这个动作似乎激怒了她 她飞快朝我走来 我朝办公室门口跑去 手刚碰到门把手 就被她从后面抱住 她还顺势把办公室的门给锁住了 我根本打不开 疯子 我心里已经在骂娘 却只能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现在已经没空去后悔 今天来找她了 我得想办法自救 林思雨 你冷静一点 硕丰 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就放过赵雪飞 回我身边不好吗 我会对你好的 把之前欠你的成百上千倍的补偿你 你先放开我 我们再慢慢说这件事 你现在这样 我很难受 不行 我要是放开你 你会立刻逃走 我知道的 我咬了咬牙 在心里把林思雨骂个狗血淋头 面上却还是不得不安抚她 思雨 我保证不会跑 你先放开我 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 真的 嗯 朔丰 你最好不要骗我 林思雨松开了我 漆黑的双眸却紧紧盯着我 根本不给我任何逃脱的机会 我回到沙发上 思索着要怎么离开这里 林思雨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 朔丰 你也不用想着怎么逃跑 我不会放你离开的 本来我打算等赵雪飞的公司破产后 再把你追回来 但现在你自己主动送上门 我就不会让你再离开我身边 林思雨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呢 如果她真的爱我 就不会在大学的时候爱上陈勺 为了陈勺要死要活 后来我们阴差阳错结婚 我以为能挽回她的心 可后来陈勺回到她身边 她就迫不及待地想跟我离婚 朔丰 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不是我不肯放过你 是你喜欢上了别人 想逃离我了 说着说着 她的神色变得阴冷可怕 如果我不是跟赵雪飞在一起了 而是继续纠缠你 你现在肯定厌恶我到极致 你不是喜欢我 是受不了一直追在你身后的人 突然有一天离开 你的自尊心不允许 不是的 她走到我面前蹲下 我浑身都开始紧绷 看着她的目光也带着戒备 要是她敢对我做什么 我也不会让她好过 朔丰 假装破产那三个月 我才明白你对我的爱 我也渐渐爱上了你 只是那时候我没发现 现在我知道自己爱的是你 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就能重新开始 她眼里都是期待 可我只要想到 以后每天醒来 都要看到她这张脸 就没来由地厌恶 是的 我对她的感情 已经从以前的喜欢 变成厌恶 厌恶到这辈子 都不想看到这张脸 好聚好散不好吗 非要在把我伤得那么深之后 又来装深情 让我跟她在一起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那陈韶呢 你打算怎么办 林思雨的神色猛地僵住 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 是我对不起她 我会补偿她 林思雨 你真是自私自利 又恶心到了极点 她不敢置信地抬头 说风 你为什么我冷笑了一声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那样我宁愿去死 林思雨呆住了 整个人像是雕塑一样 将在原地 我猛地推开她 飞快朝门口跑去 距离门口几不远的地方 办公室的门 突然猛地被撞开 赵雪飞神色冰冷 站在门口 我愣了一下 下一秒直接被她拽到了身后 赵雪飞 不想你公司破产的话 就立刻让开 赵雪飞冷笑了一声 林思雨 你以为你能威胁到我吗 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公司 现在根本就不怕你 林思雨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死死盯着赵雪飞 眼里都是冷意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许硕峰抢回来 抢 你把许硕峰当成什么 一件物品吗 关你什么事 他是我男朋友 你说关我什么事 就在两人即将冲上去 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陈韶颤抖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林思雨 你不是跟我说 会好好跟我过日子吗 许硕峰跟赵雪飞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回头看向陈韶 此刻她脸色苍白 看着林思雨的目光 充满失望 阿韶 林思雨神色苦涩 但却没有辩解什么 既然你真的这么放不下许硕峰 我成全你 我会自己离开 说完 她转身快步离开 林思雨脸色一变 飞快朝陈韶离开的方向 追了过去 雪飞 赵雪飞没理我 脸色阴沉 显然非常生气 你别生气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劝她 不要再对付你的公司了 看到你那么辛苦 我心疼 赵雪飞深吸一口气 声音带着怒意 你是不是蠢 明知道她对你图谋不轨 你还来找她 万一今天我没有及时赶到 你怎么办 我来林氏的路上 就给赵雪飞发了个消息 我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 而且我相信你能保护我 下次再敢这样 看我怎么收拾你 回到车上后 我问她 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新的合作商 她点了点头 当然 你不相信我的实力 相信 只要能度过这次公司的难关就行 第二天早上 陈勺突然找到我 她神色颓废 脸色苍白 和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 大相径庭 徐硕风 我输给你了 输得一败涂地 对于她现在的结局 我没有丝毫同情 也不想去嘲讽 我从来没想过要赢你 我只是赌她会忘记你 最后赌输了 她苦笑了一下 无论如何都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打算离开她了 她没有阻止 说会给我一笔钱补偿我 文言我心里一沉 有种不好的预感 见我脸色难看 她叹了一口气 你应该也猜到了 她现在就是个疯子 无论如何也要跟你在一起 你还是小心点 如果她只是单纯地不爱我 我也不会离开她 但她现在要用灵事去对付赵氏 一旦输了 灵事就会破产 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 也不过如此 陈勺看着我 神色淡淡地倒 你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如果她爱我 就算是吃苦我也愿意陪她 但她不爱我 我为什么要跟她过苦日子 思索了片刻 我就理解了 对于陈勺来说 现在拿钱离开 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会小心的 当天下午 我就搬去另一套房子里 毕竟继续住在这里 确实不安全 万一林思雨在我睡觉的时候 潜入我家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发现我的焦虑 赵雪飞搂着我跟我说 一切就快结束了 她不会让林思雨有机会伤害我 我虽然搬走了 但还是能从监控里看到我家门口的情况 林思雨果然去找我了 她在我家门口等了一夜 没等到我这才离开 我连公司都没去 整天待在家里 直到半个月后 赵雪飞过来跟我说 林氏破产了 林思雨也不会再来纠缠我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林思雨想搞垮赵雪 结果她之前不顾一切 跟赵雪闹翻的行为 已经激怒了许多股东 加上林氏的股价一直在跌 许多股东把手里的股份给卖了 然而林思雨还是一意孤行 要对付赵雪 最终导致林氏资金链断裂破产 知道这件事后 我一阵唏嘘的同时 又有些担心 她不会东山再起吧 不会 她被之前一个竞争对手打断了腿 后半辈子都只能靠轮椅生活 而且我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听完我并不觉得同情 只觉得她活该 当时我跟她离婚后 她明明好好跟陈韶在一起 就不会发生后来这些事 可她偏偏贪心不足 把公司和自己的人生都搭了进去 思索片刻 我找出之前 林爷爷留给我的那张银行卡 递给赵雪飞 这是林爷爷临终前 留给我的钱 但我一直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这笔钱 每个月打一笔给林思雨让她生活 赵雪飞点点头 好 我没再关注林思雨 以前她假装破产 想要跟我离婚 现在是真的破产了 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感受 不过也不重要了 她只是我人生中翻篇的那一页 再也不会对我以后的人生有任何影响 我会跟我爱的人 好好地走下去 林思雨翻外 自从有记忆开始 我跟许硕峰就认识了 小时候的许硕峰像个奶团子 看见她的人都喜欢 我也喜欢 妈妈说 她给我和许硕峰订了娃娃亲 长大后我们是要结婚的 我问妈妈 结婚是什么 她说 结婚就是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 后来 我们一起读小学 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赵雪飞 我们三个一起上下学 每天从家里带各种好吃的一起分享 成了小学里有名的铁三角 我希望我们三个一辈子都这么要好 但初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赵雪飞喜欢许硕峰 那一刻 我心里没有来得慌张 赵雪飞性格比我好 长得又不差 许硕峰好多次说过 赵雪飞比我好多了 以前我没放在心上 但要是她也喜欢赵雪飞 那我怎么办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 对她做一些暧昧的举动 发现她会脸红 确认她喜欢我 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下一步 就是想办法跟赵雪飞闹翻 许硕峰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我 三个人又变成了两个人 但我并不觉得难过 因为她又属于我一个人了 高考结束 我发挥失利 不能跟她上一个大学 去报道那天 我在机场抱住她 狠狠地警告她 不许喜欢别的女人 她做到了 然而我却食言了 在大学里 我遇到了家境贫困 但性格坚韧绝强的陈勺 她跟许硕峰 完全不是一个类型 许硕峰就像是 养在温室里的花朵 而陈勺 就是生长在悬崖边的野花 绝强地扎根 肆意地绽放 让人既心疼又欣赏 发现自己对陈勺有好感后 我也曾试图逃避过 但却失败了 最终还是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她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许硕峰 我爱上别人的事 但她是多么敏感的人 很快就发现了 她渐渐不再找我 跟我保持距离 一开始 我还会心虚愧疚 但跟陈勺在一起的兴奋 冲淡了这些情绪 跟陈勺在一起那段时间 我完全把许硕峰抛到脑后 如果不是大学毕业那次 我们闹分手的话 我想我可能真的会跟陈勺结婚 那时候陈勺不知道我家里有钱 我劝他跟我回苏氏 但他却坚持要去北城工作 我们吵得很凶 他一气之下提了分手 然后就直接买了车票 偷偷去了北城 我知道后很生气 但也想挽回我们的感情 就买了车票 打算去找他 临上车的时候 却接到爷爷的电话 说许硕峰的父母 发生车祸 双双去世 我改签车票回了苏氏 许硕峰那段时间状态很差 我没办法丢下他 去找陈勺 而等许硕峰走出来后 我却看到陈勺发了个朋友圈 他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 下面他的室友问他 是不是开始了新恋情 他也大方承认 后来我才知道 他只是见我没去哄他 又拉不下脸 所以故意发了这么一条朋友圈 等我去质问他的时候 再告诉我是故意气我的 但一切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我没有去问他 我们之间也就这么错过了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 经常喝醉 许硕峰每次都来接我 其实我们的第一次 我知道是他 我只是没办法接受 自己不喜欢陈勺了 所以才说认错了人 后来爷爷 以此逼我跟他结婚 我心里不满 但又想 反正跟陈勺都不可能了 跟许硕峰结婚也不错 至少他能开心 我把戒指给他戴上的那一刻 他双眸泛红 我想他应该是幸福的 婚后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有时候我也会制造一些小惊喜 看到他脸上的惊喜 我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 直到陈勺出现 他告诉我他 从来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过 一直在等我 但我没去找他 所以只好他来找我 知道他辞了北城的高薪工作 回到苏氏准备跟我在一起 我心里是感动的 但我也没有瞒他 我跟许硕峰结婚的事 他一开始很伤心 随后准备离开 送他上飞机的时候 最后一刻我还是没忍住抱住他 让他不要走 他留了下来 可我却不知道 怎么跟许硕峰提离婚 我不想伤害他 但我也做不到顾腹陈勺 想了很久 我想出假装破产 然后让许硕峰自己提出跟我离婚 这样我就不用觉得对不起他了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许硕峰竟然硬生生 陪我吃了三个月的苦 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 累得回到家洗澡的时候都能睡着 我又感动又心疼 好几次想告诉他真相 但话到嘴边 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察觉到自己做错了 但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补救 只能继续错下去 没想到许硕峰突然就发现了 他也如我所愿提出离婚 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离婚后 我试图不再想他 但跟陈勺相处的过程中 我眼前却总是浮现出他的笑脸 我想我大概是疯了 后来他跟赵雪飞在一起了 我几乎要疯掉 他怎么能爱上别人 怎么能跟别人在一起 我不顾一切 想把他从赵雪飞身边抢回来 但他看着我的目光 早已没了之前的爱意 只剩下厌恶 我想 只要让他回到我身边 总有一天 他会重新爱上我的 毕竟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开始封了一般打压肇事 公司的股东都在阻止我 但我却不打算收手 最后导致审视破产 我也被对家公司派来的人 打断了腿 我后半辈子 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失去了自己的骄傲和最爱的人 后来赵雪飞来找过我一次 把一张银行卡递给我 说这是爷爷临终前留给他的 他没用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给了我 他一直都那么善良 确实是我配不上他 如今 唯愿他余生幸福快乐 平安顺遂 即使这一切与我无关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